哈囉大家好我是黃莉莉 那今天呢我要來教大家如何在五分鐘內 爐獲教授的心 那會這樣子講是因為 一般大學面試大概就是五分鐘 那到底要怎麼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就是把自己高中三年做過的事情 跟你的專長你的特色講給教授聽呢 那我自己也是從學測面試這樣一路走來 然後升級上大學 那我那時候有面試的科系 分別是台大地理系 公衛系 和宣傳系 那我分別以正數一 正數二 正數四 錄取了這些科系 那為什麼我有面試的科系都能夠順利錄取 我覺得就是面試的技巧佔了一個很大的原因 所以我今天就想來跟大家分享 自己面試的經驗跟心法 然後希望送給所有 即將要上戰場的你們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個技巧是 穿著特別顏色的衣服 就我相信大家在面對面試的時候 應該就開始很焦慮 就是到底自己要穿什麼衣服 然後就是匆匆的跑去一些衣服店 然後買西裝買正裝買襯衫 那我那時候其實也超級無敵煩惱 因為其實在高中從來沒有穿過正式的衣服 然後我覺得不知道自己適合什麼 那最後呢我選擇穿一件 藍色的襯衫 就是是非常藍的那種 當時就穿了這一件 藍色條紋的襯衫 然後配一個黑色的裙子 我會說要穿特別顏色的衣服 是因為 當今天大家他們都是穿 黑色白色的襯衫 那你是穿著一個 比較不一樣顏色的衣服 那教授們他們 對你 就是 會印象比較深刻 他們在事後如果 在跟其他教授討論的時候 他們如果想起你 他們就會說 那個穿著藍色衣服的同學 我覺得他很棒 所以這時候你就有一個自己的特點 你就是第一個是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了 那第二點呢其實跟第一點有點像 就是你要反覆強調自己的標籤 那這個標籤是什麼意思呢 我相信大家在寫背誠的時候 應該就有運用到這個技巧 就是 例如說 你在想自己有什麼特長 然後自己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地方的時候 你可能會講你曾經參加過 地理的奧林匹亞 或是你參加過科展得很棒的名次 或是你曾經去國外做志工服務 然後你就會寫進背誠 然後你可能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也會再次提到這一個點 假如你覺得這個是你的優勢的話 你就要運用這個面試的短短五分鐘之內 反覆地強調這個點 像是 就是我那時候想強調的就是 第一個是我是花蓮人 然後想強調我在高中 曾經投入一些環保 校園環保推廣的活動 那我就會自我介紹的時候 講到我推廣這個活動 然後等到他們在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又再扣回說 在這個活動中我發現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我才有這樣的新的想法 然後也在 或是在另外一個問題中提到說 我覺得回顧我的經驗 我是一個注重環保 然後有行動力等等等等的人 就是 你反覆地提及 你想強調的那一個點就好 就只要一個就好 因為 假如你今天 有很多的 想強調的點的話 反而會模糊焦點 教授會 不記得 你這個人的特點到底是哪一個 這個道理也一樣 就是 假如今天面試結束了 然後教授們在討論 他要錄取誰的時候 他就會 他想到你的時候 他就會想到 喔 就是那個 曾經在校園 推動過環保運動的那個女生 或是 喔 就是那個曾經去海外好多天 然後 去進行社區服務的那個人 或是 喔 就是那個 今天穿藍色衣服 然後 花蓮人 然後 又有 實際推行過環保運動的人 然後你就會錄取了 就是你要讓教授在整個面試結束之後 他記得你的標籤 他記得 他要怎麼回想起這個人 然後教授在跟撇肥的教授討論的時候 能夠很明確知道你是 你是哪一個人的一個標籤 所以 大家可以從現在開始想想看 就是你看你的被神寫的內容裡面有哪幾個點是你一直強調 然後也是你想跟教授講的 那你在面試的時候就可以 嗯 一直把這個標籤套在自己身上 然後用不同的說法一直去回扣那個標籤 那第三個點是 行程安排上要讓自己從容 如果你是同一個學校有面試不同系的話 有時候他們的時間會撞在一起 像我面試地理系跟 我面試地理系的時候是一天 但是我面試生傳系跟公衛系的是同一天 而且都是在當天的早上 那地理系跟生傳系又是在不同的校區 所以那時候我很緊張 然後我不知道這樣子可不可行 就是我能不能趕到這兩個面試 可是 面試 參加面試是我的權利 是我們學生的權利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就有打電話去給系辦 跟他們說 我有這樣的狀況 能不能請他們幫我改時間 那有的系辦可能就會同意 就是可以幫你調時間 反正我覺得重點就是 你要 如果你遇到這個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試試看打電話去問問看 跟他們講你的狀況 然後如果他們說不行的話 再看看要怎麼辦 因為你如果 當天還在那邊衝來衝去的話 其實你到現場會 心情很緊張 然後你會 可能劈頭散髮 或是你覺得自己狀態不好 然後你進到教室也會 一直都在很緊張的情緒裡面的話 我覺得那是會 嗯 影響你的表現的 好 那最後一個點呢 其實是比較 心靈層面上的心法 我覺得這一點幫助我很多 就是 你要告訴你自己 你已經夠好了 然後你只是用這五分鐘去告訴教授 你符合資格 那會這麼說是因為 我在面試前 就是大家 不是會 練習很多次給你的老師聽 然後給你朋友看 然後給你爸爸媽媽 模擬面試 然後 其實在這個模擬的過程 你每講一次 大家都會給你很多的回饋 就會告訴你說 哪裡修改 這樣比較好 然後怎樣講比較好 但其實每個人講的 很不一樣 然後 你自己聽到這麼多的訊息 你會 很緊張 就是 這麼多人給我給你意見 然後 但是他們的意見都不一樣 那我到底該聽誰的呢 然後你就會覺得 自己的自我介紹是不是 不好 然後我到底要怎麼改 可是 我想說的是 其實自我介紹 的成敗 它不是在於 你講的好不好 它是在於 讓教授認識你這個人 到底是誰 然後你是怎麼樣的人 所以其實 它是讓教授認識你的過程 而不是一個演說比賽 所以不管你 安排得多好 如果你沒有料 或是 特質不是教授喜歡的話 那你也不會被錄取 那我覺得 我那時候就告訴我自己說 我已經夠棒了 然後我只是用這五分鐘去告訴教授說 對 我就是很棒 的一個過程 所以 不管 我覺得不用太 苛責自己 或是 一直 端牛腳尖說 我到底要怎麼講比較好 然後 一直改到一個完美的狀態 因為其實根本不會有一個完美的狀態 但是如果你抱持這個心態是 我是去認識教授的 我是去那邊 讓教授認識我的 就像是認識一個新朋友一樣 你就會很從容 然後 你也會很有自信 很有自信的走進那個教室 開啟門 然後 微笑 坐下來 然後 好好的跟教授 去表達你自己 那我覺得 你已經夠好了 所以 教授一定也會知道的 好 那今天的面試 四個技巧 就分享到這邊 這些就是我 那時候面試 的一些經驗 跟 刑法 希望可以幫助到接下來要面試的 好朋友們 那如果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可以在影片底下 給我一些留言 然後 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祝大家 面試順利囉 掰掰